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想讲的一个案件 也是很多同学最近问我的一个问题 小美同学最近有些烦了 名人张三通过经纪人李氏向其发出了邀约 张三是大导演 所以李氏对小美说 你还是有成为大明星的天赋 想和张导做同行吗 只是你现在知道 各个行业的内卷都很严重 演艺界也不例外 只是你非常非常的信 因为三岛看上了你 你看你愿不愿意认三岛为干爹 这样三岛的星系 就可以考虑让你出演一个角色 小美说三岛哪三个导演 你是说三岛就是张岛的意思 张三岛导演 小美说 但是你能定义一下什么叫做干爹吗 你是说这个还要我说吗 这个你不应该不懂吧 小美说感觉懂 但又不太懂 你是说直接了当地说吧 主要是陪伴 而且需要24小时 因为三岛很孤独 高处不顺 所以三岛的特点 就是每年都要换一个干爹 当我们可以签一个一年的合同 每个月给你五万块钱零花钱 然后再安排你出演三岛最新大片的一个角色 你如果同意的话 在这个合同上签上你的名字 按上手印或者脚印 小美说 我有尊严吧 你是说这样吧 零花钱给你再乘一个各位顺 你觉得可以购买你的尊严吗 小美说 我听一个姓罗德老师说 尊严是无价的呀 你是说他谁呀 他有张三导演有名吗 天天嫉妒我们三岛 我们三岛最讨厌他的 你以后千万别在三岛面前提起他 以前三岛好几个甘女被提前解约 就是因为下载了某视频网站 看了那小子讲的法律课程 如果你是小美 你如何选择呢 有同学问我 如果小美答应 这叫卖淫吗 你是属于拉皮条 构成引诱介绍卖淫罪吗 这个问题还很值得研究 这里主要是看如何定义卖淫 在我国卖淫嫖缠本身不是犯罪 但是属于违法行为 是可以进行行政处罚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就规定 卖淫嫖缠缠可以出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下的拘留 可以并住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缴轻的出五日以下的拘留 或者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在公共场所拉客招票的呢 也可以出五日以下的拘留 或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但是卖淫的帮助行为 教书行为和组织 等行为则构成犯罪 那这里面的立法根据 可能主要就是禁止剥削原则 你比如说组织卖淫罪 他的刑罚最高可以到无期徒刑 跟强迫卖淫是不同的 因为在组织卖淫的情况下 卖淫者往往是自愿的 组织卖淫者 他其实利用了卖淫者 经济上的不利地位 以及嫖客呢 道德上的缺陷 如果这种利用啊 还伴随着攫取经济利益 那其实就像寄生虫一样 具有强烈的道德冒犯 只是你要是纯粹根据 这种功利主义哲学 组织卖淫啊 这种行为对于卖淫者 嫖客者组织者 他其实好像都是有利的 那如果允许国家征税 甚至还可能会造成 四方共一的局面 所以极端的自由主义 其实很难为这个罪 提供完美的解释 只有禁止剥削原则 才能比较好的论证 为什么组织卖淫罪 是如此严重的犯罪 我国刑法呢 在358条到362条 规定了很多种犯罪 组织卖淫罪 强迫卖淫罪 协助组织卖淫罪 引诱容流介绍卖淫罪 引诱诱里卖淫罪 传播性病罪等等 他的刑法呢 从广制到无期徒刑不等 只是在刑法上 何谓蔓淫嫖川 其实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 刑法和司法解释 对此都没有规定 只是公安部呢 对于蔓淫嫖川 是有过行政答复的 公安部1995年8月10号 就曾经出台过一个批复 这个批复啊 就曾经规定 说蔓淫嫖川呢 是指不特定的男女之间 以金钱财务为媒介 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 注意是不特定 而且一定要以金钱和财务为媒介 这个性关系是不正当的 这个规定就说了 说蔓淫嫖川行为 指的是一个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啊 蔓淫妇女与嫖客之间的 相互勾引 结识 奖价 支付 发生 这个手啊 口啊 性行为 以及与此有关的行为 都是蔓淫嫖川行为的组成部分 应当按照蔓淫嫖川查处 处罚轻重呢 可以根据情节不同 而有所区别 对于这个歌舞等娱乐场所 上拉按摩等服务场所查获的 以盈利为目的 发生的这个手啊 口啊行为啊 应当按照蔓淫嫖川 对行为人双方进行处罚 当然这个批复啊 在2001年2月18号公安部呢 又发布过一个批复 叫做关于对同性之间 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 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 所以1995年这个批复 被2001年这个批复所废置 因为后一个批复就认为 不特定的异性之间 或者同性之间 以金钱财务为媒介 发生的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 包括啊 口手啊 等行为啊 都属于啊 蔓淫嫖川行为 对行为人应当依法处罚 那你就会发现 两个批复最大的不同在于 后一个批复认可了 同性之间也可以成立 只是批复不是法律 也不是行政法规 甚至呢都不算是 严格的行政规征 它的法律效力啊 是极其有限的 而即便根据这个 2001年的批复 很多边缘性的这个性行为 都属于这个公安部门 所认定的蔓淫嫖川 但是在执法过程中 仍然有很多问题 是模糊不清的 你比如说1995年的批复 就曾经说了 说这个蔓淫妇女跟嫖客 之间的相互勾引 结识奖价支付 发生一些边缘性的行为 以及与此有关的行为 都是蔓淫嫖川的组成部分 应当按照蔓淫嫖川查处 那么按照这个批复啊 只要有蔓淫嫖川的意思表示 就可以属于蔓淫嫖川 虽然1995年的批复 关于蔓淫嫖川 必须发生在 异性之间的规定 被废止 但是有蔓淫嫖川的意思表示 即可认定为 蔓淫嫖川的这个精神 并没有被明确的废止 在有些地方 打击蔓淫嫖川的 执法活动中 采取这种意见的呢 并不罕见 比如王武入住酒店 看到酒店的小卡片 打了一个电话 询问了一下价格 那按照这个批复 似乎也属于蔓淫嫖川 那如果这种精神 被严格执行 只要有蔓淫嫖川的意思 相互勾引 结识奖价 都可以 以蔓淫嫖川 加以打击 那这个其实 就比较可怕了 因为一个暧昧的眼神 一个冲动的电话 一个冒失的拥抱 都有可能会招致处罚 甚至 熟人之间的性暧昧 也完全可以 以蔓淫嫖川的嫌疑 加以调查 那这个确实还是蛮可怕的 更为严重的是 2001年的批复 在刑事司法中 是否有实际的法律效率 也存在困惑 虽然公安部的行政答复 对司法机关 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但是在现实中 却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因为司法实务中 有同性性交易 被判组织蔓淫罪的判例 那在司法实践中 提供了这种边缘性的 比如说手啊 这是否属于新法的卖淫 也长期存在争论 那组织他人 从事这种边缘性的 融流他人 从事这种边缘性的 介绍他人 从事这种边缘性的 性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其实都取决于 对卖淫这个 关键性概念的认识 因此呢 我们觉得是不是 对卖淫嫖战这个法律概念 要有明确的定义 否则呢 很容易出现这个 执法的混乱 答了我们回到 小美同学那个案件 毕竟我们今天 在谈小美同学嘛 大家觉得这叫卖淫吗 根据公安部的 这个行政答复啊 卖淫嫖战 必须发生在 不特定的人之间 但是在这个案件中啊 沾山和小美啊 其实属于特定的 这种保养关系啊 其实很难解释为 卖淫嫖战 至少按照 我们刚才的这个答复 很难解释 但是有同学就会说了 那你说这和卖淫嫖战 有什么本子的不同 这其实还是一个 值得研究的问题 当然了 我们更要思考的是 如果你是小美 你会如何看待 这份邀约呢 当然如果你是沾山 你又会如何看待 你貌似强大的 社会地位呢 嫖娼跟卖淫 哪个性质更恶恋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